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团长TAMMY 终止2024星球季即将正式的展开 那目前正进行的是蛮激烈的官办热身赛 那团长的星球季的六支球队的战力分析呢 来到第四支球队北方王者 祭前宇宙帮硬帮帮的富邦汉将 那我们还是跟前三集一样 主要就是针对球队的战力的变动 内部的变动呢 来做一个分析 那简单来讲呢 邦邦去年球季结束之后呢 走得多 补得少 那这一点跟乐天跟淼淼是非常的类似 那举帆战力外啦 任意隐退啦 扩边选秀啊 或者是转为教练的 邦邦一口气少了将近快十个人哦 但补进来的只有两个投手 那这要如何面对漫长的球季哦 光这一点来讲 其实是蛮令人感到担忧的 那投手方面的影响其实是蛮巨大的 那其中郭俊林 去年他在一军呢 就已经投了快要70局 那范玉宇虽然是二军王者 二军王啦 但是他不管怎么样 像2021、2022去年算少 但这两个球季他基本上都是二军的一个主力 那补进来的江国谦跟范博杰呢 基本上都是牛棚型的投手 那先发走掉 不管一军二军 你补进来是牛棚型 这两个人也不太可能转型 那这个局数上的差额怎么办 很简单 跟其他两队的方法差不多 就是用新人要顶上来 那加上呢 邦邦在羊头的使用 哎不要忘记哦 人家都是三先发 他基本上是两先发 一后援 换句话讲 扣掉强力后援投手 富兰哥 羊头他只有两个人可以做先发 那这两个人先发吃局数的能力 基本上啊 就算不比去年的悲情肯特来的差 不要忘记哦 肯特去年头几局 肯特去年吃了150局啊 那本土基本上 当然啦 按照这样的说 你两先发羊头 你就要补三个 要排出三位本土的先发 才勉强几个 其实通常不止三个啦 那左头陈士捧 当然是阻力中的阻力 这一点是比较安心的 江国豪基本上呢 健健康康的 今年至少要扛80局吧 那最好是100局了 那江绍庆是 呃 伤后复健当中 哦 所以还要等一段时间 原本要顶替他的李东洛 有点陌生 对啦 就是李子强 哦就是 呃 他突然想不起来 他讲的那些 探围 诶是探围观尺吗 还是还是什么 ok ok 好啦 这不重要啦 那没有想到 李东洛呢 春训的时候 就腰部有点受伤 那检查之后是轻微的 追尖板突出 那幸好 复原的还算蛮顺利 那目前据了解 已经开始做牛棚 也已经可以投到一定的一个用求处 但是不确定 能够赶得上开技 所以官办热身赛看尾声会不会出来 如果没有 开技可能就来不及 那还差了一个人 你知道你就差一个人吗 对不对 你 陈诗鹏 江国豪 至少要第三个人吧 那目前看 呃自办热身赛的部分 官办当然还有待观察就是 邦邦的用人 大概会用到两个人的几率 来顶的几率最高 一个是2022年第九轮 第九轮才选进来的黄紫辰 这个新人算是比较受重用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 比较有经验 先发后援都可以用的游亭威 所以 呃 投手这个环节 特别在先发投手的部分 刚开技 邦邦的挑战是非常的大 那变数方面 当然我们还是来先谈内野的一个部分 呃火力极大化 这当然是每一个球队都想做的 邦邦也不例外 但邦邦这几年的选秀 大家都知道他最大的问题是 野手他在选的时候常常会有位置高度重叠 所以常常要大风吹 好那像今年来讲很明显 为了让选秀状元王念豪摆三壘 只好把好像说原本号称可以 站稳三壘十年的花贤李宗贤 又移防到二壘 那二壘的王政堂怎么办 那只好回到外野 等于是移防到外野 所以守备的不安定因素 其实是大幅度的提升 那一壘大家都知道有国城建设 站稳 占国城当家 但是 好几位选手好像包括新人 都要抢一壘这个位置 所以范国城可能到时候 比如说移到DH等等 那打击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守备的安定性要如何兼顾 不要主舟 那这个部分来讲也是邦邦开记 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讲到外野 邦邦坦坦白讲外野已经弱化很久 那团长常常讲外野的打击战力 其实是各队打击战力最简单的指标 外野不好 你这一队要好 不容易 不容易 那 那加上外野的邦邦几位的主力的球员 对左投手 即便他们是诱打 他们反正对左投手不太适应 那今年各队左投又爆棚啊 那王震堂移方到外野基本上多一个人选 但是加分不是很多 那这个部分就要看看新人能不能够顶得上来 或者是这些主力的外野手对孔左镇 是不是能够有所克服 但是从官班认认赛看起来好像没有了 所以在野手这个部分 不管内不管外不管公跟手 邦邦基本上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加分 整体来讲能够持平 就是加加减减持平就算不错了 当然今年邦邦最大的看点跟变数 绝对就是邦邦最后决定让封种 走马上刃取代哈林哥 那邦邦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最矛盾或最麻烦的好像最消耗的就是 动不动就是要重建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应该win now 加上中华职棒上下半季的这种特殊性 其实回头来看每一年不管是上半季或下半季 总有一些时刻邦邦会觉得好像不要重建 拼看看好像有机会 但是大部分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应该要 这个下一个决心来做一个重整的一个工作 那目前看起来 新的教头上任以封总的个性 他也不可能一开机就说 那我们今年就重建啦 我们就重建目标三年后不可能 当然可以确定应该就是会让新人 有更多表现的机会 加上今年2024年他季中选秀 又有千王 那当然会选到谁 目前当然还不是很明朗 但是封总当然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 把目标 心理上当然就说上半季就要拼 但是目标比较摆在下半季 理论上是比较合理的 那但新的主帅他到底会怎么样运筹帷幄 其实从热身带来看都还难定论 总的来讲 邦邦今年就团长个人的看吧 没有什么太乐观的本钱 尤其是上半季 那你下半季假设能够补到极战力的大物 那当然是另当别论 那如果上半季他能够咬住领先群 甚至于讲比较这个比较悲观的论点 就是说他的排名不要垫底 不要落在台纲之后 其实就已经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邦邦不管是寄钱硬邦邦 或者寄钱宇宙邦 他总是让人捉摸不定 搞不好会让团长脸很肿 吓一跳也说不定 好以上是邦邦的寄钱战力分析 我是团长蔡兵林 感谢收看 下一集就要来到爪爪啦 我们下一集再会拜拜